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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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艾文 影片開始之前呢,因為之前 有蠻多人想要我開箱介紹一下 我工作的地方 所以就先輪圖一下給你們看 首先房門外的話 就是堆滿了一些我 沒有用到的鞋盒 這邊就是放我 冬天的衣服 有稍微整理過啦,所以冬天衣服變得比較少 不然平常這邊都是塞滿的 房門口的話 這些是我之前就已經整理好的一些 夏天的衣服配飾 都已經整理好放這邊了 這邊是冬天用的電暖爐 打開房門 這就是我這兩年來工作的地方 還有睡覺的地方 那其實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板 是我自己花錢買來貼的 這是一個地貼 但是它品質普普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開始慢慢的在剝落了 然後往右手邊一看的話 這邊就是我的鏡子 就是平常穿搭會用到的鏡子 這是我的腳架 這邊的話就是衣櫥 也有擺一些冬天的外套啊 那上面的話 基本上都是一些短袖的 在上面的話 這邊就是放一些雜物 這邊會這麼亂 是因為這些都是之前朋友來 那我想說 看他們可不可以穿 結果送他們 結果他們不穿 那我懶得折了 就直接丟上面了 下面這邊的話 有兩個這個木製的收納箱 那裡面也是放一些比較簡便的衣物 那你們看到了這兩個木箱 跟這個衣架 都是在加勒服買的 然後側邊的話就是掛了一些帽子 還有杯鍊的小包 這邊也掛了幾頂帽子 帽子這邊也有 這個的話就是Noya Smart寄給我的後背包 真的好用 我沒騙你們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Sneak Mob的鞋盒 但是因為它的透明這個蓋子掉了 所以我就拿來放一些視頻啊 或者是一些賣二手衣服會用到的這種袋子 給你們看一下 視頻齁大概就是這些 然後這邊眼鏡 我之前蠻常戴的眼鏡 這個的話就是之前在UNIQLO官網買的CALS聯名的短題 為什麼會把它框起來 就是因為我捨不得穿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看 可以當作一個藝術品來擺放 所以又框了起來 這邊的話就是樂高 這是我姐買給我的樂高 然後這個給我多介紹 那這個的話就是AES跟杜蕾斯聯名的 為什麼我會把它框起來也是因為 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調的聯名 我也覺得它是一個藝術品 就把它框起來了 然後 這張就是之前跟小馬買東西 然後我當時來叫共彈哥的時候 小馬寫給我的 謝謝你啦小馬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影片中常看到的景 就是這邊 基本上啦我所有的穿拉鞋款就是擺在這邊 其實我覺得我的鞋款不算多啦 跟一些真正的鞋頭來比我真的只是 曲曲的一小子而已 這個展示盒稍微跟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看到了這排 跟這排 都是Sneak Mob的鞋盒 上面這邊的話就是之前跟防禦公司合作的展示盒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聯絡他們 那這邊的話就是 Hompa Mini跟小米的窗頭燈 過來的話這邊就是我睡覺的地方 很常就是拍碗片 睡覺 睡覺起來 剪片 這樣子不斷的重複 這邊的話就是我的工作桌 不好意思有點亂 因為沒有整理 然後過來的話 這就是拍片會用到的這個燈 那這個桌子跟這個椅子 全部都是家樂福買的 這邊的話就是放一堆雜物 這娃娃本來是在床上的 但是因為沒地方放了 所以就把它丟在這邊 那這些都是你們剛看到所有鞋子的鞋盒 這些購物大概就是平常買東西送的 然後打對在這邊 好啦 那Room Tour差不多就到這邊 就是非常的小 真的沒什麼好介紹的 那這兩年來 我就是在這個環境下 拍片剪片 這樣子 掰掰 昨天我媽才在問我說 離開家裡有什麼感覺 當時我是說無感啦 就是平常心 但現在一到機場 我覺得那個感傷感 那個不捨感 瞬間的涌傷心頭來 我覺得那個感覺 並不是真正的不捨離開家人 當然還是有一點啦 更多的是因為 我們家的小孩都到台灣發展了 所以目前家裡只剩下 我爸跟我媽兩個人 未來可能還會帶我阿嬤來 所以不捨的感覺 反而是一種擔心 因為沒人可以照顧我爸媽 每天可以陪伴他們 如果萬一他們在金門 突然有什麼事情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即時趕到 只能透過視訊來陪伴 但畢竟隔著螢幕 還是沒有那個溫度 唉唯獨希望能在自己的家鄉發展 少的擔心 多的陪伴 我相信這也是對所有的北漂族來說 是一件最幸福的事了 幾位 一位而已 謝謝 因為東西沒有寄得完全乾淨 所以行李重了3公斤 所以總共是13公斤 花了我208塊阿 謝謝 星期天我又去聖恆昌買了這個 迪奧的礦野之心香水 我媽一直說他很喜歡 三月初買的那個香奈兒 Blu未來系列的味道 他說那罐非常好聞 那我就想說那不然我就再買一個香水 未來的那瓶香水就送我媽吧 因為畢竟我媽也買了 枝太陽已經給我 而且寬野之心也是自從我買了未來之後 我還是沒有辦法忘記它 再來就是這個套組 它是只有免稅店限定的 它就是100ml 在家史茂的這種水生品 其實以前我本來以為我會長期待在金門 不管是工作生活都是在金門 想不到我也成為北漂的器重醫院了 但是這裡是在手機喔 今天是這種大飛機 所以我哥剛才打電話給我說 台北風很大的 正式跟金門說掰掰了 不知道下一次回來金門是什麼時候了 到啦 熟悉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這也應該也算是我來台北這麼多次 第一次 開心不起來的一次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 今天來台北的穿搭 DATO的這個夾克 真心濃褲 藏褲 跟 Easy 台北計程車司機好兇喔 各個都開得好快喔 然後來台北的第一個小確幸 就是 那時候我想說 我想坐Toyota Camry 結果還真的讓我坐Toyota Camry 那剛剛下午跟我 二哥去 愛買買了一堆東西 他現在要陪我哥去南亞夜市 走在台北的大街上有一種 莫名的爽感 有點難想像 昨天我在金門這個時間點 我在整理行李 然後現在已經在台北了 距離我上次來南亞夜市應該已經 兩三年前了吧 然後我記得 它前面這餐是賣水果的 我每次來都會買 現在非常討厭來這種地方 因為這種地方就是美食的誘惑 然後現在我又借檀 我已經延續三個禮拜了吧 都只喝水個黑咖啡而已 然後這邊就讓我真的 哇 花香買飲料來喝喔 好那現在來到生活百貨 我要買一個掛鉤 租出它租子的問題 所以變成我現外肉滿慘的 然後不掛下來的話會只掉在地板 其實會覺得很阿讚 然後他就決定買這個 雖然感覺品質不知道怎樣 但是他一個五塊 想說租屋處嘛 就不要買太好的 看一下要吃什麼呢 新人果芭樂禮物 謝謝 水果買完之後 反正我剛剛是想要買西瓜汁來喝啦 但是我突然想到 想來喝點特別的 來台灣是該買點有酒精的飲料 來放鬆一下心情 順便消化一下今天來台北生活的第一天 然後這個酒我覺得蠻好喝的耶 你們記一下這個外觀 因為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麼 荔枝口味的 讚 真的好喝 對不起你們喝 好那就來分享一下 我來台北第一天的一些新的感想 首先來台北第一天我還是覺得有點緊張 第一個人生第一步手 然後第二個是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完成 不像在家裡的時候有家人可以幫忙 就真正的完全是獨立 那其實自己很開心來到台灣生活啦 但其實還是有點緊張 我知道這個我說過很多次了 但就是 畢竟我沒有在台灣正正的生活過 我哥跟我姐都有過 就只有我沒有 真的對於那種環境啊 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際 都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不知道我未來在台灣生活 會不會有多大的成就 那我也不敢抱著太大的期望 只能說做好自己該做的 總之從今天開始 未來的每一天都是我接受挑戰的時候了 總而言之 台北第一天心情非常的緊張 但是非常抗混 因為期待著每一天 再給我一些不一樣的挑戰 好那這邊我上回幫自己 工商一下好了 如果廠商覺得我是符合你們條件 你們正在找的合作對象 歡迎洽詢以下的信箱 不管是什麼合作都可以來跟我談一下 最好是外拍的那種我最喜歡 那我也順便幫自己找個工作好了 畢竟來台北生活 還是要有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支撐我這一塊 所以我正在找有關兵器類的工作 如果有公司剛好正缺這個資缺的話 也歡迎跟我講一下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 我等一下準備去收拾剩下的行李 喜歡影片記得按一下喜歡 然後別忘記按一下訂閱鍵 我是來文 下部影片見吧 拜拜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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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灸